今集HKFOOD我想分享一些關於收藏波鞋和清潔波鞋的產品 先講一下收藏 鞋子一般都會放在原裝紙皮盒 要不就放在鞋架浸浪 當然粗著就不會有所謂 不過現在鞋子你對對買到千多二千元的時候 我也想各位用家對好一點 始終香港的天氣比較潮濕 會令波鞋很容易發霧 紙盒都很快煤 也很容易吐到昆蟲 我大部分穿過的鞋子都會選擇放入這隻膠盒 就是現在加斯有售的 這盒港幣大概三元有罩 它有幾個好處 首先是全透明 你出街會比較容易找鞋子穿 另外就不會那麼容易入到塵 入到水 還有其實它冷到很高 一層層放進去都沒有問題 一個盒就通常放一雙鞋子 普遍US11號以下 你都會放得下 如果你放Flyknit 其實你可以堅強塞 都可以塞到兩雙鞋子 如果平價盒 我也會推介這個給大家 如果大家用原裝盒的話 其實放最低那一雙 所以永遠的盒都會變成這樣 我們也有這個懶靚的高級版 就是這隻Sea Thru的Sneaker Box 有250元一個 本地出品的 阿加力膠一定會比這隻膠盒硬得多 描述出來都會比較漂亮 如果家裡需要描述靚鞋子 我會推介這個給大家 到清潔方面 沒有其他的 一定是洗鞋神器 Jason Mark 外國網路多數都可以訂購 香港水泡店 通常只有一個旅行裝 就是細枝很多 還有刷是小一半的 我這枝大的加個大刷 其實網路上訂回來香港 大概都是180元左右 那你們可能覺得 其實牙膏、潔熱量、藍衛布都可以洗到 都可以的 但其實那些是洗中底會比較好 因為你不會拿一支牙膏、潔熱量 去洗你的胸皮鞋面 或者那些磨砂皮 好 我今天就會簡單示範一下 用Jason Mark去洗你們心愛的波鞋 做法很簡單 我們先預備四樣東西 一條乾毛巾 一碗清水 一個Brush 和Jason Mark本身的洗鞋水 我們先拿刷 砍了水 倒少少Jason Mark 要再溝稀少少 這樣就彈走多餘的水 今天我會試洗這個Fly Knit 好 那就用乾布 抹一下泡 可以大概看到這個中底的效果 另外其實Fly Knit面都可以刷 但是謹記就要輕力一點 好 另外一對會試的 就是這裡有胸皮部份的Rookie 做法也是一樣 都是砍水 落Jason Mark 扣起來 我可以洗鞋頭部份給大家看一個效果 好 還是抹一下多餘的泡 洗完之後 其實雙鞋也會有點濕 當然 你可以自然在風乾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看分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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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